細菌呢,把手多過廁所板的細菌啊 這麼恐怖啊 可能塵洗的精洗也未必更加多 不如我們問一下專家吧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來 長者安居協會的家務助理 呂慧妍妍姐姐的美妍姐 你好 謝謝你 在家裡我都有兩副砧板 有一副砧板有副砧板有副砧板 其實那個清洗方法會不會有副砧板呢 有時候我都會用洗的精洗 就是膠不副砧板 其實木砧板和膠砧板都是一樣的 都是很髒 其實清潔方法都是一樣 主要散粉而已 是的 皮膚也是用這個方法 好 所以不需要真的要大清洗一次 都要的 多久要清洗一次 如果真的好用膠砧板的 很髒就一個星期一次 是的 好 如果通常來講 砧板呢 你日日用都是洗精洗 已經是好的了 但是如果大清洗 你可以洗完一些痕 最好就是六百粗 最好就是六百粗 那些來洗 不如跟我們過程應該是用洗法 是嗎 好 好 好 這塊砧板呢 譬如它很髒的 我們首先呢 就把海綿 是 是 是 就放在那個海綿 濕了一點水 濕了一點水 然後呢 我們呢 是濕炎 濕炎 不行 是 其實要粗炎好一點 需要粗炎 其實粗炎好一點 是 粗炎也可以 所以嘛 就是焗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由上至下的木紋 是 這樣去刷 是 對 這樣就拆到一些磚漿出來 哦 你底面都是一樣的 拆均勻之後 接著我們就沖水 沖水之後 接著我們就用一個盤 裝些白醋 加點熱水 你見到有些白醋在這裡 加多少白醋 首先我們是1比20 用10茶匙的水分 譬如針均勻髒 放乾一些草 是沒有問題的 接著就放在泡水 最重要是熱水 對,最重要是熱水 讓它發揮 接著浸泡它30分鐘 就可以拿起它 拿起它,接著再沖水 沖水之後 放在冷凍的地方涼乾 就可以用 好 其實如果好的針坂 可以用多久呢 其實如果你懂得保養 就像我現在這樣做法 起碼都一元以上 嗯 因為很多時候針坂 切得多 它本身已經有很多冷的 刀在裡面 有時候有些髒的東西 就會藏在裡面 所以剛才你教的方法 譬如針均勻 就是用鹽 就是用鹽 就是散 那些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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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沒那麼好 對啦 因為你始終用這些 來殺品好一點的 嗯 那這些蝦 那這些蝦 那些蝦 那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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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蝦 如果平時你用完之後 最好用了精靈 來重生了 嗯 但是如果你長期真的 譬如你用蝦 那些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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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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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過這些環保方法 對 我現在幾乎人家不捨得這樣 人家方可以用的 另外一些刨絲器呢 有些洞洞洞很難洗得乾淨 又怎樣呢 刨絲器也是一樣 刨得多 好像洞洞洞洞 如果你用海綿來弄 很容易弄爛了 我們用牙刷 因為牙刷比較好一點 用洗潔精 用洗潔精去拆 拆到底面乾脆 然後沖水就可以了 洗乾淨就可以了 涼乾它 如果真的覺得泡洞洞去不了 或者是有味道的 我們就是一個 加點白醋 對 加點白醋 對 然後也是泡10分鐘 對 接著拿了上來 重洗它 又是這樣 很簡單 對 對 因為白醋主要散粉 對 梳打粉和白醋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 很安全的 切片劑 今天謝謝你 賢姐 謝謝你 謝謝